之前在韓國買了一些小禮物給大家 雖然很多品牌,現在香港都已經引入了 但這些小小心意,希望大家喜歡 我們現在看看到底有什麼小禮物 第一樣就是這個 之前大家看過我拍片經常拿著這塊鏡子 今次我買了一塊小版的 mini版,有一塊桃紅色和一塊黑色 另外我買了Nature E-Propic的Po-Po-Princing Mask 你看到它沒有了盒子 因為我去旅行,所以我嫌它瓦地 我就把盒子扔掉了 但這支是全新未開過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這個Eduhaus Eyeliner 這個其實我已經用了很多支了 其實它也蠻好用的 而且我也蠻喜歡它畫出來的東西蠻順的 所以今次我買了一個黑色和啡色給大家 另外還有這個 就是Tony Moly的一個胭脂和陰影粉 還有 還說漏了的Eduhaus Eduhaus的眼影 我選了幾隻比較大地色調 大家都比較容易處理的眼影 還有這個就是之前在這條片的時候已經用過 就是這一支Full Cover BB Cream 還有就是這個 去美國我都一定叫朋友幫我在Severa買的 一支Waterproof Eyeliner 它是啡色的 為什麼我喜歡它呢? 就是因為它一邊頭是棉頭 另一邊頭是Pencil 它很容易處理之餘 而且很上色 畫出來都很容易翻開 所以這個我超喜歡的 還有這個 ILPE的Air Cushion 它是一個review妝 沒有盒子 另外還有幾支唇妝產品 遊戲方法很簡單 只要大家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讚好這條片 還有留言告訴我 你們想看我拍什麼類型的影片 喜歡仿妝、韓妝、日妝 還是喜歡看50文之類 比較日常生活化的影片 我會抽出寫得最好的韓韻儀 我就會在8月的影片中 公佈這個得獎名單 最後多謝大家借以來的支持 如果你們也喜歡我今天的分享 希望你們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以及追蹤我的instagram 我們下次見 拜拜